近日有媒体爆料在拍摄古装剧《真三国无双》的剧组给古天乐找的替身是个黑人 为了适配古天乐的肤色剧组也是很拼了 不过男神这样的健康色多迷人呀 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摆古天乐的美貌了 古天乐真是再次黑 硬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这在新三国无双和貂蝉绝对肤色反差 太狠了 替身直接找了个黑人 绝古天乐古铜色皮肤是出了名的 与之相媲美的是宋小宝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 没看这部电影就感觉这是一部烂片 这几年的作品评分就没上过六分 一切还不禁在我预料中 其次这部拍完已经三年的作品 到现在才端出来还没出场 五一档运售垫底 上映首日跳房继续追尾 我用歪子一笑 果然一切逃不出我的计算 必须说明一下 倒不是说我看到了什么绝世好片 说草点这部电影依然多到够吐槽编三页 但还是这部电影又绝对是解压神器 过瘾爽片 尤其对于游戏粉来说 看完让你神清气爽